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小师 我们来看看这一题吧 这一题民国99年数假的题目 老师这个题目看起来好像有点复杂 对 那如果你要看完整题目 因为我稍微把它简单的改写一下 因为这样的话不会再到我们太多的版面 完整题目的话你都可以上网去找一下 大个中心都会有公布题目 都可以试试看 他现在告诉你 假设X它是一个正数 他现在告诉你 这一式的最小值叫做A 这一式的最小值叫做B 在X为正的时候 那这一式的最小值叫做C 要问你咚咚咚咚这四个选项 因为是指考 指考都只有四个选项 学生的话就是五个选项 那这种题目来看一下 老师怎么做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这个叫做正数的导数核 当然是使用算计 不要想太多 正数的导数核 一定是使用算计 正数的导数核 要养成习惯 我们会使用算计不等式 我随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不好 来 如果今天AX都是正数 来AX再加上AX分之一 还记得算计不等式吗 这个叫做两个相加除以2 大于等于 这个叫做两个相乘开平方根 那为什么正数的导数核 我们会使用算计 因为你发现 当这两个相乘的时候 这个时候 分子跟分母的AX 直接咻咻消掉 是不是变1 OK 来 所以这个时候的2 我们是不是就很开心的 把它这样丢过来 所以AX再加上AX分之一 会大于等于2 没错 所以我的导数核 最小值会是2 OK 当然这些题目 它其实并不是导数核 因为它是AX分之2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导数的概念 我们就是使用到算计不等式 类似导数的概念 那所以等一下 我在运算过程当中 我就直接把这个2拿过来乘 我就直接把2拿过来乘 OK 好 来 那我把这里插掉了 那插掉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这一题 来 一个是A 一个是B 一个是C 来 所以等一下 我3 4直接一起算 我等一下这3 4直接一起算 OK 这个叫做两个相加除以2 大于等于两个相乘 开平方根 AX乘上AX分之2 那我把这个2拿过来乘 OK 然后所以呢 这个时候的AX跟AX 是不是咻咻就消掉 消掉结果呢 它会等于2 根号2 来 2根号2 这个家伙是谁 这个家伙就是A 来 那同样的这个动作 也是YAMA 对不对 它会大于等于 把这个2拿过来乘 这个叫两倍的 根号的 两个相乘开平方根 这个叫做AX平方 乘上AX平方分之2 那同一可证 那这个是不是刚好 也是这样子 咻咻消掉 它会等于多少 它会等于一样 是2 根号2 那这个答案呢 这个答案就是我们认为的V 老师 这个怎么办 你不要理他 这个跟这个差别是在于一个开根号的动作 我们还是要先造写 我们先针对里面这个造写 大于等于两倍的 来 这个叫做两个相乘开平方根 对不对 对不对 来一样啊 那这里的 是不是还是咻咻消掉 是不是很开心 开心的结果 它是等于多少 它是等于2根号2 来 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哦 黄老师不要忘记什么东西 原本这边外面就有一个大大的根号 对不对 所以这边我们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根号 那这边也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根号 OK 大大的根号 很多同学就开始就不会算 就老师这个有点难 这个我看不太懂 对啊对啊对啊 你是看不太懂 所以来这个东西我们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利用到指数的概念 来外面的根号叫做二分之一次方 里面这里的二叫做二的一次方 根号我们知道指数再分母母指会变方根 指数再分母母指会变方根 这个叫二分之一次方 来这个叫同比相乘指数相加 这个叫二的来二分之三次方 然后呢外面在几次方 外面在二分之一次方 各位同学次方再次方次方相乘 这个叫做二的来四分之三次方 OK 好 这个部分我已经帮你写完了 写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谁对 啊老师第二个对啊 没错 啊第一个呢第一个错啦 因为B跟A其实是一样答案 B跟A其实是一样答案 来通常来讲的话 我们在做这个题目的问当中 你最大问题就是 你答案会选二三四 老师不是有三四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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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错的 为什么三是错的 为什么三是错的 这个算出来的最小的是A啊 这个算出来最小的是B啊 啊这两个相加的 你看我把F加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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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忘记猜写错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答案不就是23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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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各位同学你千万不要忘记 算计不等式等号成立在什么时候 相等式 就拿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好了 来这个叫做两个相加除以2 大于等于两个相乘开平方根 对不对 那我把这个2拿过来乘 所以答案是变成 因为这个相乘是1 这两个相乘是1嘛 对不对 所以是2 来各位同学 算计不等式等号成立 在相等时 什么叫相等时啊 就是这两个人要相等 没错 相加了这两个人相等 所以你看 自己跟自己的导数相等 你都是正数 所以X是不是1 所以当他是1 1也导数也是1 所以相加起来是2 哇非常合理 太棒了 可是这一题呢 你要记住 等号成立在相等时 所以等号成立在相等时 来所以此时 X要等于X分之2 这个时候的 X的平方会等于2 小朋友 以理论上应该要取正负 可是我直接取正的 因为X不是负的 像这样子发生的情况下 如果A这个数真的发生 它会等于更好2 但是这个呢 记住 算计不等式 等号成立在相等时 所以这个时候 X平方会等于 X平方分之2 这个时候 X的四次方会等于2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X会等于什么 二开几次方根 二开四次方根 来下面这个 因为只是开根号的动作 这个X也会等于 二开四次方根 A二开四次方根 来所以各位同学 请问 F of X加G of X 如果真的那个最小值 产生叫做A加B的情况下 X同时要等于根号2 也要同时等于 二开四次方根 请问这个事情 会不会同时发生 不会啊 既然不会的话 你三怎么会对呢 你三就一定错了 老师它四会不会发生 四会 因为这个时候 X它真的只要 同时等于二开四次方根 就可以了 所以4这个选项 是对的 所以这一答案是24 各位同学 算计不等式 这个算是比较进阶的题目 稍微要看一下 OK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一样 分享给那些 跟你同样的 搞不懂这个题目的 同学们 OK 老师也可以哦 好不好 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 拜拜